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欧盟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 称这是欧盟陷入了一种恐恶狂热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宣布 美国正式对俄罗斯关闭领空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已经对基辅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基辅电视塔已无法正常工作 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州长称 该地3月1日发生的炮击事件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 112人受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 俄罗斯代表团会做好当晚与乌克兰谈判的准备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 乌克兰方面正在按照美国的要求拖延俄乌谈判 俄外交部表示 俄方无法保证不会与北约发生意外事件 俄副外长格鲁什科称 俄罗斯对北约的武器输送计划极为关切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非常危险 当地时间3月2日下午 俄罗斯代表团抵达第二轮俄乌会谈举行地 俄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在现场会见记者时表示 乌克兰代表团已经离开基辅 目前正在路上 他们有望于白俄罗斯时间3月3日早上赶到会场 另外他还透露此次俄乌会谈的议题包括停火 据报道 俄乌双方参与第二轮会谈的代表国成员与第一轮一致 联合国大会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成员进行投票表决 通过了由乌克兰等超过90国共同提交的乌克兰局势决议草案 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使用物力 并将其所有军事力量从乌克兰领土撤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